这个中国的两位啊,刚刚必能的,我们海外啊,所有的客户都得这次中国的两位,都还有这个感觉,我们感觉到目前呢,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发生,像美国这个亚伯中国呀,说叫贵律性质啊,给了打赖老啊,还有这个一样这个,呃,卖了64亿美金要给台湾。 这些问题啊,因为他现在看到就是因为中国硬起来了,中国已经粘起来了,因为现在中国的外汇身体啊,和中国的系列是现在各样的,是系列的百分之三些都在中国人的手里。现在外国人啊,西方人看了中国不舒服,所以呢,我们感觉到啊,这个,这个对待美国应当英语,我,我,这是我的关键。 那么,希望他能够长处做三季,还有我们猪妈妈啊,这个,我们希望他们回台湾去,然后再赶快,很快回来这边。 这个,这个,我是很关心这个经济的,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的城,这个,最近美国一百三十一个,这个,啊,中议员啊,还是,啊,这个,参议员,大家连续啊,啊, 啊,希望移民币信息。我跟各位报告一下,移民币过去,已经从8.3了,已经,呃,升到今天的6.828。 这个,这个,如果是说,美国必须让中国移民币信息的话,会怎样?我今天看到猫子说,中国将要有三千五百万人企业,并且,外销会自销。 好,所以,这个事情啊,呃,对我们这个,中国影响力非常大。 到底是陈辉权导演的还是不是啊,那么现在还在查啊,我们知道,6年前的319,就是说,使这个阿扁当选啊,使这个廉山国选,但是这个一直到现在。